電鍍圖 我們看這個例子 好 這個電鍍圖給你了 然後這邊有 VDD 是5伏特 下面這邊是 VSS 是-5伏特 然後這邊有個 RD 這邊有個 RS 好 然後它現在的題目是說 請你設計 RD 設計的意思就是你要決定 RD 的值 然後決定 RS 的值 然後你的目標是要使得 VDD 是1伏特 然後你的 ID 這個電鍍這個 ID ID 是0.4mA 這是你的目標 所以當然你現在 那下面這個參數就給了 我們就不多說了 這個是已經Given的一些參數 你就到時候拿來用就對了 那你現在 VDD 這邊是1伏特 VDD 這個是1伏特 這是你的目標 你知道嗎 那你要去設計這兩個電阻 然後決定一下這個 這個值要滿足這個 所以我就直接看你現在要滿足這個 好 然後我就把這個 If 特 擺在這裡 那現在你又說你 ID 是0.4 所以我知道這個電流流過來 ID 跟你的 IS 是一樣的 因為這邊 Gate 這邊是沒有電流進來的 好 所以我是不是很輕易 我算我可以看看這兩個電阻 我是我要求的 你覺得哪一個很簡單就可以算 是不是這個就很簡單可以算 因為我這個已經知道是1伏特 然後這個電流我也知道 好 所以我的電壓差 再除上我的電流 就是我的 RD OK 所以第一件事情很簡單 因為你的 VD 現在是1伏特 好 所以你的 RD 呢 就直接去扣掉 5 電壓差 5伏特 減掉 1伏特 然後除上我的電流大小 就是我的 0.4mA 答案是 4 除上 0.4 好 算出來是 10k 10kΩ 好啦 那一樣 你接下來要看 那這個 MOS 到底是在 導通還是不導通 還是在 導通的話在什麼區域 那因為你有電流 一樣你有電流了 所以你不能說它不導通 你還是這樣 它有電流了 所以你就會認為它是導通的 那導通目前難最難在於 它是在哪一個區域 你現在有兩種可能是導通的 要嘛就是在 trile region 要嘛就是在 situration region 好 所以 你顯然知道 因為 id 現在 不等於0 所以你會推出它是在 導通的狀態 那是在 trile region還是 situration region呢 各位你可以看一下 如果還是在 trile region的話 那麼它的 它的電流公式 的判斷 是不是應該要有 這個關係 你的 Vds 應該要 跟你的 Vgs-Vtn 的大小關係 你會出現 如果在trile region的話 它就要小於等於它 對不對 在trile region 你的 Vds 要小於等於它 那 Vds 小於等於它 這個是你的判斷式嘛 你的判斷式 那這個判斷式 我們以前也做過 這樣一件事情 我可不可以把它改寫 來優威幫我們改寫一下 我可以把這個 不等式改寫嗎 改寫什麼 Vgd好了 可以嗎 怎麼突然跑出一個Vgd 太快了 好 我說 Vgs如果 把它減掉 Vds可不可以 那會得到什麼 大於等於 大於等於 Vtn 那這個東西 就是我們剛剛也說 它就是Vgd OK 它就是Vgd 大於等於Vtn 各位 為什麼在trile region的時候 Vgd 大於等於Vtn 表示什麼 它的物理義 表示說你的通道 事實上在gen 這一端 並沒有夾值 對不對 因為它大於等於 所以你的本來這個是S 是Source 再幫大家複習一下 本來是Source 看Vgs 決定說會不會有通道 可是Source跟gen 本身是什麼 對稱的 所以你看gen那一端 也是一樣 如果gen那一端 都有大於臨界電壓了 表示在通道 在gen那一端 是沒有被截值的 所以你的通道 就是個類似這樣T型 或者頂多就是三角型而已 你並沒有pinch off 所以 trile region的 另外一個判斷是 你也可以把它想成是這個 但我們就沒有讓大家去背這個 因為其實這個可以用這邊推過來 你不需要去背 你可以用這個推過來 那這件事情 對我們這個問題有什麼幫助 有啊 因為我這個問題 我現在 我現在Vg Vd已經知道了 請問我Vg多少 子晴 Vg多少 0啊 Vg不是0嗎 0不特 然後這Vd是1不特 所以我Vgd 事實上有了 我有Vgd對不對 我有Vgd 所以我事實上 我的Vgd是多少 Gate跟gen這邊的電壓差 一個是 就等於Vg-Vd 所以Vg現在是 0 減掉 Vd是1 所以是-1 也就是說如果是 Trial region的話 它的Vgd 現在是-1 Trial region你要滿足這個關係 可是線框呢 線框你現在是得到這個 這是你的線框 你從電路上 你看到你的線框是 Vgd是等於-1 所以顯然Vgd等於-1 有沒有滿足這個關係 這個有沒有滿足 Vgd要大於等於Vtn 沒有啊 因為Vtn現在是2 對不對 你的-1怎麼會大於等於2呢 所以你剛剛說 它在Trial region 的這個判斷是 你應該要得到這個結論 但線框並沒有符合這個結論 線框是什麼結論 線框就是 剛好是相反的啦 對不對 剛好這個東西都變成是相反的 OK 所以這個是 Vgd要小於等於Vtn 所以這種相反的狀況 就不是Trial region 它就是 Saturation region Alright 所以你-1有沒有小於等於 -1小於等於你的2 所以Bingo 我知道了 它在Saturation region OK我現在 從Saturation的判斷式 我剛剛只是改了這個 大於等於小於等於這個符號 Saturation region的判斷式 也是這個樣子啊 那你推推推得到 類似這樣的結果 所以線框有沒有符合這個 有符合在Saturation呢 於是我知道說 好你現在是在Saturation 好所以你現在 我可以確定你是在 Saturation region 好於是我可以 用Saturation region的公式 所以現在是 ID會等於 2分之1 Km' W over L 然後呢 VGS-Vtn的 平方 後面那個爛打位 其實不用管它的 我就可以把值 給帶進來 帶進來 好那現在ID是0.4mini 好 你就2分之1 然後 Km 現在不是Km 誒 我剛剛這邊有操作嗎 不好意思老師這邊操作了 這是Km 我們現在是個NMOS 所以是Km 所以這個是Km 20 my micron Km' W over L 一個是400 一個是 10 好那VGS呢 不知道 然後Vtn現在是2 好啦 所以很簡單的 我就把 這個帶進來了 於是我就知道我的VGS 現在 我把它整理一下 好 我得到這個 好 那於是我的V VGS也有兩個值 那一個不合 你從左邊那個式子 VGS可以是1 也可以是3 哪一個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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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 應該是 這個是不合對不對 因為你的VGS現在要大於你的Vtn 你的Vtn 你的Vtn是2 還記得喔 所以你這個是核的 因為你的VGS要大於你的Vtn 好所以你會得到VGS等於3V 這個結果 你說老師你算這要幹嘛 有阿剛剛你現在不是要決定這個RS的電阻嗎 對不對 你不要決定這個電阻值嗎 那我現在如果知道VGS的時候 S實際上是這一個點喔 各位同學你看喔 你的Source的電壓 這點就叫 這點的電壓叫VS喔 所以你不要把他想 你這邊有個電阻之後 你的VS變到這裡來了 不對不對 電阻不在這裡 經由一個電阻之後 那一個點就不是VS了 一定是沒有電阻的情形之下 這個MOS直接接出來這點叫VS 好 所以你現在VGS是3了 那你這邊是VG是0 所以VS應該是多少 VGS是3 就會等於VG減掉VS 那你VG現在是0減掉VS 所以你的VS就應該是多少 負3對不對 VS就是負3負特 好 那VS有了之後 我可不可以設計我的RS 因為我知道電流 因為ID跟我這邊的電流 IS實際上是一樣的 一樣的 所以我有的VS 還有下面的一個VSS 好 所以我的RS呢 最後就是 把我的VS 扣掉我的 扣掉我的VSS 除上我的 IS 那上次就是ID 這指的就是ID 好 好 所以是-3 減掉 -5 除上0.4mA 答案是5kΩ 這邊只是要說這個ID跟IS是一樣的 不是乘在一起 好 所以這個是最後設計出來的RS 好 我們再往下看第三個example 好 我們看看這個例子 他說我要設計這個RD 使得VD是0.1伏特 好 那 現在說VD0.1 好 你要設計什麼 我就把你飆上去了 所以這個地方是0.1 那 Source呢 現在是接地了 VS這邊是接地了 你的Source端接地 所以VS是0 那你現在這個Gate端它接到了哪裡 剛剛那個例子裡面 或前面的例子有一個這個 Gate跟Drain是短路 可是現在不是這個Gate 它是接到你這邊的VD VDD這邊來 好 就是5伏特這裡來 所以事實上從這個電子圖上 你已經知道所有的 該有的這個電壓是多少 你都知道 就這一點的就是5伏特嘛對不對 那這一點呢 你的VS是 就是等於0嘛 好 所以等於說你的所有電壓 事實上都有了 所以你可以輕易的去做個判斷 比如說你現在VDS是多少 Gate跟Source的電壓 不就是0.1嗎 0.1-0嘛 就是0.1嘛 因為它下面 Source直接接地了 那你的VGS呢 Gate接到5伏特了 所以VGS呢 也是5伏特 就是5伏特吧 好 好啦 那你現在要判斷什麼區 你現在的電壓有了 你就直接拿來看了嗎 之前還要做一些簡單的推 這邊好像不需要 你直接就把這個電壓值都已經看到 有了 你就直接算它了 所以 我的VDS跟我的 VGS-VTN的大小關係 這邊是5-1 5-1是4 那VDS自然只有0.1耶 所以顯然它是小於它的嘛 VDS只有0.1 所以 這時候就是 哪一區 Tri-Region 所以 是在 Tri-Region 我們前面的 例子 都工作在寶可區 這個例子工作在 Tri-Region 那 Tri-Region 的話 我還要設計這個 這個RD 那我要從它的 先求它的電流吧 因為我要設計這個RD 你回推嘛 你看你RD要知道 那你 你這兩邊的偏壓差 這個5伏特這邊0.1 你也知道 那你現在最重要不就是 決定ID了 ID有了之後 這個RD就出來了 所以 你就把它 這個電流給 算一下 電流算一下 那你要再帶的 就是Tri-Region 的公式 所以你的ID 好 這是在Tri-Region 的公式 大家應該都背起來了 所以 我現在 KN直接帶 這邊是0.5mA 然後兩倍的 現在VGS也有了 VGS-VTN 剛剛已經算出來 反正是5-1 那VDS現在是0.1 它減掉0.1的平方 這樣 好 所以我們把值 帶一帶 答案是0.395mA 好 一樣 有電流 那你的RD 就不會太難了 有電流的話 你的RD 就是我們說的 電壓差 扣掉 除上電流 就是你的電阻了 所以電壓差 現在是5 扣掉0.1 是電壓差 電壓差 那電流呢 0.395mA 算出來是 這4.9除上0.395 12.4kΩ 所以你的RD 答案已經算出來了 好 因為我們 我們難得遇到Tri-Region 我們來多算一點好了 前面都是Tri-Region Tri-Region Tri-Region的時候 我們以前有提過一個 通道電阻 還知道嗎 MG這樣 就是你在Tri-Region的時候 我們會有一個 通道電阻叫做RDS 還記不記得 那我們看看 在Tri-Region的時候 它這個通道電阻 是多少 那通道電阻怎麼算 你就是把 兩邊的壓差 除上它的 它的電流 就是了 所以 你知道你的通道電阻 RDS呢 就是你的 VDS去除上 你的電流 你的電流是你的ID 所以會得到0.1 除上你的電流是 0.39mA 253Ω 也就是它現在 我們在談 那時候談 這樣子 OK 我們在談的通道電阻 就是說 當你現在 那時候我們說的 VDS 很小的時候 所以我們現在VDS 很小 0.1V很小 所以那時候我們通道說 好 你這時候 通道是 幾乎是完整的 幾乎是完整的通道 幾乎是完整的通道 所以 那時候我們還有提到一個線性區有沒有 有沒有印象 線性區 那 這一個 就是指這一個東西 那我們那時候在線性區的時候 還記不記得 那時候我們有跟大家講說 一開始講線性區的時候 電流公式事實上 並沒有包含 後面這一項 我們說 當VDS很小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 後面這項省略 那只剩下前面這一項 那前面這一項 那前面這一項就是你在線性區的時候的 的電阻 對不對 的那個電流公式 所以 那時候我們說線性區的公式 你就工程升退 你就不要記 你就記了這一個 那假設你今天記了這個之後 你又想看看 線性區的電阻 是怎麼樣 那就把後面這一個 把它省略掉 就可以算了 所以剛剛我們算出來 是用這個完整的公式去算得到 這一個 這個電阻值的大小 那如果你回憶一下 我們那時候談線性區的時候 就是我們先不管這一個 這樣子 那它有一個電阻 那電阻是誰 是不是就是這個 這電阻是不是就是前面這一項 但是我care的是這兩個 VDS跟ID 中間這一個係數的導數 就是我線性區的電阻 有沒有印象 所以如果你是那時候 用線性區的電阻去算的話 你最後算出來 這個 RDS其實會用 應該是apposimate 它應該會近視於 前面那一項 的導數 也就是你的 kn 然後 兩倍的 vgs-vtn 然後它的 它的導數 導數 那這個如果 那時候算的這個值 應該會是在 250歐姆左右 所以 應該說這兩個很接近 這個是實際的 那這個是近視的值 近視的值 那用的是我們前面談的那個 那個線性區的那個電阻的共識 好 那可以嗎 好 所以這個example就到 就到這裡 下一個example很複雜 有點大 在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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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